自古神圣领土要收回 那恶果这一大片你怎么不收回 你分明一定要说收回台湾 为什么 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 前连电动师长曹新成 拿出自制地图上起历史课 尤其不能苟头 前总统马英九声称 两岸关系绝对不是两国关系 力挺总统赖清德的 两国互不隶属 赖清德讲两国是绝对正确的 马英九跳出来 不可以讲两国讲两岸 讲两岸问题是说你矮化自己 这个宪法当然是要把扔掉 国民党很恶心讨厌的地方 当然应该一起把这个宪法修掉 国民党说你民党修宪就是台独 曹新成宣制呛早该修宪 轰国民党却撕要着宪法不放 担心一个中国概念 会让台湾无法适用于国际法 曹新成更痛批 国民党无视中国包围侵扰 利润党团总召付关系 更帅团负宗 像傅昆奇这些 选后他不去见赖清德 旧事典也不去 他还不回选区 问我选民有什么意见 他直接跑到北京 朝拜王富宁 基本上是他已经在 进行战争行为 家里面那个房产都把他登记 改成我的房产了 你还在那边说 我们不要怀他的动机 感叹台湾生死存亡之际 国内应该同仇敌凯 却有人和中国勾搭 点名栏尾们跑去中国 回来就扩权 瓜田李沙连这个都不懂吗 明星转综合报道